而在玉西地区农会12号也举办了109年 一起台湾稻米达人江镇冠军赛的颁奖 那么这个玉里浊西地区的稻米金赛呢 共有21名的农友参加 台湾好米组由李宗勋夺冠 另外有机米组则是由杨朝富拿下冠军 而已经连续第二年拿到有机米组比赛冠军的杨朝富说 要感谢重到一辈子的父亲指导 玉里镇半年前就以种植稻米为主 两栖稻作面积高达6500公顷 是台湾单一行政区中最大的水稻生产区 农会举办109年 一起台湾稻米达人乡镇冠军赛并颁奖 玉西地区农会总干事蔡宗翰说 今年润四月导致当时稻米受寒害 五月又碰上豪雨 但是农民用心照顾维持一定品质 五月的时候又豪雨 所以变成说他的品质比往年来讲 是有一些差别 但是我们这几位像得奖的李中勋 他跟之前他们是好几年 他们都是互相的 跟那个钟景海他们 曾明宝 他们就是互相两边互相 可能今年我第一名 明年你就第一名 所以变成说他们的品质 在到竞赛这一块 他们都顾得非常的好 台湾豪米组前三名分别是由李中勋夺冠 亚军张雅婷 季军叶正才 另外有机米组冠军杨朝复 亚军洪武雄 季军林永宏 已经连续两年拿到有机米组比赛冠军的杨朝复说 要感谢种到一辈子的父亲指导 我们的那个一起的病从外比较远走 他有机的部分也不能做 做那个荣耀的消毒 所以就这一次就比较麻烦 大部分都是用有机制裁来 寄 寄 寄 玉里卓西地区稻米竞赛 总共有21名的农友来参赛 分别是豪米组11人 有机米组5人 总共有16人入围 在农粮署东区分署 与农业改良厂专业人士的评比之后 分别是由李宗勋 梁朝复夺冠 将代表玉西地区农会出战 农粮署主办的台湾稻米达人冠军赛全国赛 记者高双双玉里卓西采访报道